你有沒有試過一覺睡醒,看看幾點 閃過睡覺真的很浪費時間,這個念頭呢? Sleep is for the week 我們想睡少一點 但這個世界又怎會有這麼多小碎的精英呢? 小碎精英有四個字 小碎我是,精英我不夠膽認 一向都不是睡得太多 但這十多年,有時明顯地少了 有時兩個小時 是否很早,現在多少點? 6點50分 我今天因為約了你們 就是那些我認為睡得不好的晚上 我有教鬧鐘,雖然其實我不用鬧鐘 我教了5點半 我5點就自己醒了 雖然完全看不出 但年紀已經五字頭的Julia 由90年代初進入廣告行業開始 直至現在近三十年 平均每天只睡三至四個小時 常常黎明未來到 就要眼光光等天亮 我不是很喜歡在床上輾轉反側 因為那個感覺好像令我心碎很不靈 我寧願來到這裏 我住在附近 不如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Stretch一下 看到日出 這樣開始一個小睡的夜晚 很棒 Julia從小就是一名醒睡寶寶 從來都不用媽媽叫她起床上學 睡眠時數由小時候的五六小時 縮短到近十年二十年的三四小時 但從小到大 她都不會因為睡得少 而覺得累或者眼睡 記性很好 精神集中 在製造高校的時候 就要上學 要做兼職 晚上又要幫人補習 然後回來家才可以做功課 那段時間 開始慢慢就發現 其實自己可以睡得少 一樣都可以行動 即使我通宵工作也好 我是不用補免的 我就很少要寫下一些notes 或者一個to do list 甚至乎calendar 那有很多東西我都會寄 她有花 木瓜花 那近十多年 雖然我不是 再是一個全世界廣告人 都做不同的marketing creative的東西 其實大部份時間 現在是三四個小時 通宵工作 但不用補免 都未算誇張 Julia開了自己公司之後 經常都要到處飛 去見客 開會 曾經一日來回不同的國家 之前在倫敦住過一段 幾長的時間 八年 早上五點起床 去搭飛機 搭九點鐘的那班飛機 中午就會去到 由倫敦 group 可能五、六個會 見完client 晚上就去搭飛機 第二天早的十點鐘 機程大概是七個小時 在機程上 當然不會全程都會睡覺 可能是三、四個小時都睡得著 第二天早的十點鐘 我已經回到我的辦公室 就一夜一路照常地 operate 我亦都試過一天裏 在三個不同的國家 睡幾個小時就夠精神做整日東西 對於訴求就是上班的香港人來說 一定很羨慕 但其實有辣有不辣 Julia常常都要睡在床上 到整個小時才睡得著 有時想睡久一點都睡不到 總之日光的時候 我就睡不到覺了 其實你問我 我就只是想不要輾轉版則 例如我四個小時 我真的沒有輾轉版則 Julia的同居男朋友 Ayang就剛好相反了 一躲下床就很快睡得倒 有時睡覺的時候 Julia還未睡得著 睡醒的時候 Julia又已經起了身了 令到Ayang整天都獨手空位 當我躲起來 我就會睡覺 但有時我會睡在中午 她會睡覺 在住室上 在燈光上 她會睡覺 當你躲下床 她會睡覺 甚至是地震動 也不會醒醒 二入睡 這是羨慕的 就不是長短那樣東西 一般人通了頂之後 因為精神差 集中不了 所以都可以確實感覺到 自己是用生命值硬折 但Julia 即使只是睡幾個小時 或者熬了東西之後 仍然精神逆逆 所以有時她都會擔心 是否自己身體出了問題 但不知道呢 反而很多時候 我旁邊的人 好像你聽到我男朋友說 她就會擔心 或者朋友 我有一堆朋友送給我的東西 怎樣可以安神 安睡 一些茶 或一些敷眼的東西 我自己就有個習慣 喜歡點檀香 通常都是這些 這個又是有安神的作用 另一個又是一些天然石 是一個按摩師給我的 就是你可以按摩不同的地方 按摩頭 可以放鬆一下筋骨 分煙草 有朋友送的 分煙草油 這個分煙草油 其實這樣長期只睡幾個小時 會不會有問題 所以她長遠睡得少 會肥多一點 會糖尿病多一點 會比較高一點 情緒多一點 自殺率高一點 睡得少 一部份人真的先天去圍傳 因為圍傳人只控制了睡覺的時間 她叫做小碎精英 有什麼大副作用 其實都不是我頂局的 我沒有衣服高 我有的 每年都做check-up 如果西醫的check-up 綜合的body check 我的數字很漂亮 中醫通常都說 你最好保持食療上面 或者做某些自然的療法 煲點湯水 即與其那樣東西 你都改變不了 不如適應它 習慣它 擁抱它 我有一時可以 一晚看完整個season 可能看到兩三個documentary 晚上就可以多了這些 額外的時間 但去做一些比較另類的事 你其實都可以享受一下 一些在大家都睡覺的時候 你可以做一些 好像整個世界 都是只是屬於你的一個空間 還要按下小鐘